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那客户他就过来扶我 最后他就以为我接吻了 我后来才知道 他还打了一下他 他当时已经过来 打了你的那个客户 然后到第二天 我再怎么给他打电话 他都不接 他怎么听我解释 他都不听 那你为什么会跟客户 在外面喝成那样 以前我长得不好看 在这样一个社会 我长到一份 相当的工作都找不到 然后爸妈看得特别心疼 我家条件其实还不错 然后我爸爸就靠自己的 就多的关系 帮我找了一份工作 但是在公司里面 领导根本就不赏识我 连最简单的PPT上台演讲 这样一个机会 都不让我去做 你是整了容是吧 整了之后变漂亮 对 然后也得到领导的赏识 然后领导也重用我了 然后就开始让我去做 公关工作谈业务 因为小时之后我就 真正去体会到自己的价值了 那你的价值就来源于这张脸吗 只跟脸有关系 那就说整了都可以获得一份好工作 无论是谁 但是至少我不整 我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那所以我只能说 是因为这张脸给你带来了自信 这种自信让你发挥了自己的钱 就不像以前那么自卑了 那你跟这个客户到底现在是 长久性的经常在一起 还是什么 就那时候他出差过来的时候会在一起 但是我 纯粹我们只是客户接好朋友 他为什么就偏偏说 你跟你的客户接吻呢 我总觉得如果是我 你和你的客户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那么清白 所以到底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只有你心里边最清楚 而且我觉得 你认为只有这么一件事情 我认为远远不止这一件事情 那这个客户是不是也是 喜欢你的其中一个呢 客户喜欢他是肯定的 老板是利用你这个美貌来做公关 就是为了让客户喜欢你的 先吸引客户 然后再去谈业务的 人得到一样一定会失去另一样 原来你没有容貌的时候 可能你会拥有一份温暖 现在你有容貌了 你得到了很多很多 可是另外一样东西 我觉得很可能就彻底失去了 我觉得你今天胜算不大 其实我倒是挺支持他的 我觉得如果你好好 回来跟他去认错的话 我觉得你们应该还是相爱的 我是支持他这么做 不过今天他要重点的是 检讨他自己 其实你现在不仅仅是在做事业 你更重要的是 你在享受别人对你的关注 尤其是男性对你的关注 你要很诚恳的 去为你自己过去做那些事情 检讨一下 给你男朋友一个很明确的说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